西偉 西偉建議成人每天的蠟攝入上限為2,000毫克 消委會測試了市面30款香腸 發現有26款屬高蠟、15款屬高脂 腸蛋麵的總蠟含量可達1,612毫克 佔成人每天建議的蠟攝入上限約81% 熱狗配芥辣加茄汁也是不少人的治外 但原來一隻熱狗已經有約800毫克的蠟 佔成人每天建議的蠟攝入上限約4成 火腿、腸蛋、佩多士也要小心 一份這樣的早餐的總蠟含量已達1,117毫克 佔成人每天建議蠟攝入的限量約56% 消委會指出兩款煙燻香腸就驗出巨子癌性 及基因毒性的多環方香釘 可能與煙燻製作的過程有關 雖然檢出量沒有超出歐盟的標準 但也應該盡量減少食用加工的肉類 避免長期攝入過多的鈉 增加高血壓和癌症的風險 消委會又發現其中三款向上樣本 驗出大陸及歐美禁用受藥 呼南西林的代謝物SEM 其中一款更驗出超過歐盟行動 參考標準的13倍 相關結果已交給食安中心跟進 有研究顯示呼南西林或損害實驗動物的生殖器官 而SEM則可能令動物的關節軟化或四肢變形 消委會也呼籲市民在購買時 最好先閱讀營養標籤 選擇較低支低納的腸仔 用小油及避免高溫攀煮 也盡量小食為妙 保持均衡飲食 水穴